嗯啊就沒有留紀錄當事人離職了 可以這樣呼呼都刷去喔 所以您願意可以了解嘛 好來 我再具體的跟你講喔 事情還不只這樣 這還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回VIPA的問題 我為什麼這樣講 2012年馬英九 吳敦義競選的後援會就設在慶父總部 根據陳慶南 他在檢調的時候 巨傑所做的筆錄 馬烏兩個人高雄造勢的費用 全部都是陳慶南買單 好這兩個層次的問題 你的造勢費用陳慶南買單 馬英九 吳敦義沒有按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沒有按照政治獻金法的申報 這已經違法了 我已經具名跟監察院提出檢舉了 但是事情還不是只有這樣喔 你們兩個的造勢活動在高雄進行 然後陳慶南買單 陳慶南要喬貸款 來找你處理 可以這樣子處理喔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的很清楚啊 你涉及到利害關係衝突的時候 你就要迴避啊 你就不可以去喬啊 結果還大蠟的去喬 去發函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雖然啊 我現在援引的 不是今年修的新法 是當時所適用的法律 這明明也有罰還的規定啊 但是除了台灣民眾覺得很奇怪 事情隔了一年了 這些違法濫權的人 大家都推給檢察官 我對於高雄地檢署現在 爭辦的進度我非常不滿 但是我們交換一個觀念 行事責任是行事責任 行政責任是行政責任 該移送簽察院彈劾的 該移送簽察院罰還的 這些責任的追究 絕對要徹查到底 秘書長能不能承諾 秘書長好 我第一次有在 法治委員會審預算 所以我過去其實對於總統府 組織編制以及預算的情況 我必須要老實講 在本會期以前 我其實不是那麼熟悉 之前在財政委員會 但是我看了總統府 的預算了以後 我開始去研究總統府 的組織編制 第一個先請教一下秘書長 在我們的預算書裡面 編了1800萬 給戰略顧問 那這1800萬 是給幾個戰略顧問用 跟黃委員報告 七個 哪七位 七位 哪七位委員是不是 請問是哪七位 是不是提供 我們再提供給黃委員 沒有因為 你們講齁 說1800萬提供給七位 我昨天晚上 到總統府上面的網站去看 你們目前的戰略委員 只有五位 那您剛剛說提供七位 我就有點覺得奇怪了 對不起 是五位嗎 是五位還是七位 對不起 我現在是五位 是五位 對 所以1800萬五位等於是每一個 一年要給三百多萬嗎 是 那就是三百多萬 我進一步來駕馭請教 就是他們到底發揮什麼功能 因為戰略顧問啊 長期以來 在軍方啊 被績笑成是不顧不問 純粹是仇佣啊 的性質 那最近一個被聘為 戰略顧問的 普逢春 普澤春吧 普澤春 他事實上是因為 慶富烈雷建案下來的 然後結果就被聘為戰略顧問 這些戰略顧問 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嗎 有什麼積極的價值 還是跟過去一樣 只是純粹是一個仇佣的單位 我這樣具體的問好了 到目前為止 總統針對這些戰略顧問 在府內開了幾次會議 到今天你為止 並沒有總統召集戰略顧問開會 這樣的 沒有召集戰略顧問 那有請戰略顧問到府內來表達意見嗎 應該 如果有需要的話 會跟他們講 不好意思喔 請具體回答問題 你不要什麼問題 全部都推到會後提供 那我們今天的質詢不是空洞嗎 我所有的問題 你從頭到尾都說會後提供 這樣恐怕不是在面對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應該有的態度吧 我再具體的問 沒有召集會議 有入府去諮詢他們的意見嗎 不知道 那有請他們提供任何報告嗎 沒有 他們沒有報告的意義 沒有報告 然後也沒有開會 然後有沒有入府諮詢過他們的意見 也不知道 那這樣一年編給他們三百多萬是要做什麼 是要酬用他們嗎 那要幫他們具體的功能在哪裡 我完全看不出來啊 各位報告 戰略顧問當然是顧問的性質 對啊 那製度的存在 對啊 我也了解啊 這個制度存在啊 但是你如果按照制度的話 總統府組織法裡面是規定涉15人嘛 那沒有涉到15人也沒關係 你們要精簡大家也贊成啊 那既然15可以縮減成5個 你15也可以縮減成一個人就好啊 現在我沒有辦法了解的事情是說 我們納稅人每年花一千八百多萬 花這些人 酬用的性質也不開會 也不諮詢 也沒有書面報告 那 每個人每年給他們三百多萬 支出這個錢的意義在哪裡 那你們如果說 覺得戰略顧問現行上面 已經沒有必要了 從整個政府精簡人士的觀點上面來看 有很多基層的公務員 他們更需要錢啊 他們更需要預算啊 所以秘書長是不是可以承諾我 總統府對於戰略顧問有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有沒有 必要推動組織法的修正這件事情 總統府可以檢討 那謝謝黃委員 當然 戰略顧問有些時候在 國家面臨 有一個危急的狀況 或者一個突然的狀況 我相信齁這些軍方高級的將領退休了以後 國家有危急狀況要請教他們的意見 不會因為一年沒有拿三百多萬 就不願意表示意見了 但是我想剛剛黃委員這個意見 我們現在編列的預算是 以七個戰略顧問來編列 實質上是五個 但是黃委員提出說 未來總統府有沒有可能 針對這些戰略顧問的功能來做一些檢討 這個部分我願意回去 好 謝謝秘書長 時間的關係 再麻煩總統府 把戰略顧問從聘以後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有諮詢過 到底有什麼發揮實際的功能 會後提供一個書面資料給我可以嗎 應該沒有問題嗎 好好 謝謝 下面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我說過我一開始追的事情沒有結束 我絕對不會停止的 總統府前秘書長熊光華 他可以為了陳慶南在總統府裡面 搞密事官說嗎 以總統府的高度 總統府的權力 總統府的影響力 可以縱容這種事情發生嗎 我現在最具體的問題來是 來秘書長仔細的看齁 因為這個等一下跟總統府 有一些該做的事情是不是已經做了有密切的關係 這件事情爆發出來了以後 他在2015年的12月9號 在總統府裡面密會陳慶南 結果2016年的時候 本來卡住的貸款就通過了 那熊光華跟社會大眾說 沒有啊我進去齁 他是來講海科館的事情 跟烈烈劍的貸款一點關係也沒有 完全是在汙辱全國人民的智商 為什麼海科館早就結案了啊 海科館早就結案啊 2015年他在入府以前 出了什麼事情 2015年7月28號 吳敦義跑去慶富大樓總部 明明有去啊 到今天為止 吳敦義還不敢承認 還繼續說謊 媒體問他說 欸你7月28號是不是有去慶富大樓 你為什麼不承認 到今天還在迴避 8月的時候馬英九寫信 針對這件事情交辦給撿太郎 結果呢 陳信南跑去跟熊光華處理完這件事情了以後 12月29號 請這位就幫他開了喬道款的會議 這件事情爆發了以後 我也肯定總統府公開透明的精神喔 把整個進去總統府以後 會面的紀錄 全部都調出來 賀蘭發現 原來他進去12月9號那天 沒有留任何的紀錄 那我現在的問題來了 他沒有留任何的紀錄 完全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到目前為止總統府採取了什麼行為 因為我只有在媒體上面看到 總統府發言人林賀民說 當事人已經離職了 真相要由當事人所說 來加以說明 但是在法治上完全不應該這樣處理啊 他如果 該留紀錄 該登錄 沒有登錄 私下 關說 喬貸款 這種違法的行為 總統府必須要有所具體的行動啊 請教下秘書長 針對這件事情 總統府有沒有把熊光華 不管 是行政上面的科處罰盤 還是把他移送監察院 到目前為止有還是沒有 趙老委員 現在的話 我們知道他有一個會客紀錄 那但是 這個會客的內容 我們的確無從得知 好 按照目前總統府接受陳情的規定 要不要登錄 我們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接受陳情 所以我們有一個會客紀錄 好來 沒有關係喔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你說你不知道 他是不是接受陳情 所以對這件事情的定性 目前總統府是把它界定成是 陳情遊說還是關說 還是沒有辦法定性 我們只看到了一個紀錄 而且我們就能夠把這個 對啊但是這件事情現實上有發生啊 對他現實上他有會面 對 那至於他們兩個到底講了什麼 來我告訴你他們講了什麼 熊光華說謊 我為什麼敢說熊光華說謊 陳慶南 在檢察官前面拒絕 拒絕就是說謊要付委證責任的 說 我有向熊光華表示 公司現在為了要找聯代行的事情 遇到的困難 希望總統可以出面協助 結果我們的總統府前秘書長熊光華 是怎麼跟社會大眾講的 沒有啦 在講海科館的事情 我為什麼說他來侮辱台灣人民的智商 海科館早就結案啊 12月的時候 明明就要去繳僑貸款的會議 然後僑貸款的會議 你講了這個事情 現在我在質疑總統府的事情是什麼 我現在在執行總統府 質疑總統府的事情是說 對於前朝的高官 已經跨越了法律的紅線 他即使是陳情 你要登錄啊 你沒有登錄就有人違法失職 就有人要負責任啊 否則整個總統府 該做的事情沒有做 該登錄的沒有登錄 官徵如何維繫 如何讓台灣民眾相信 我們總統府裡面的高官 不會闢視密談 不會關縮僑貸款 這件事情的法律責任要追究到底 秘書長 您同不同意 謝謝黃委員 雖然這不是在我任內 但是我會覺得說 未來任何人 不是未來啊是過去啊 這件事情責任的追究 拖了一年總統府都沒有做啊 未來當然不能做嘛 過去責任的追究 過去的責任需不需要追究 那我同意說在過去的責任 如果沒有善進整個總統府應有的程序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內部在這個部分 這個不是內部檢討的問題而已啊 要辦人啊 那這個部分 什麼 要把哪些人移送到監察院 然後要怎麼樣去追究這個違法失職的事情 秘書長您需要多少時間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我回去跟 至少不在 不是我任內 這我了解 這我了解 我從來沒有柯澤秘書長 去年的秘書長是誰 我忘了啦 去年的秘書長沒有處理這件事情 就很離譜了啦 對 那我厭力在這個 那只是發言人對外講說 就沒有留紀錄當事人離職了 可以這樣呼呼都刷去喔 所以您願意 可以了解嘛 好來 我在具體的跟你講喔 事情還不只這樣 這還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回VIPA的問題 我為什麼這樣講 2012年馬英九 吳敦義競選的後援會 就設在慶父總部 根據陳慶南 他在檢調的時候 拒絕所做的筆錄 馬烏兩個人高雄造勢的費用 全部都是陳慶南買單 好這兩個層次的問題 你的造勢費用陳慶南買單 馬英九 吳敦義沒有按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沒有按照政治獻金法的申報 這已經違法了 我已經具名跟監察院提出檢舉了 但是事情還不是只有這樣喔 你們兩個的造勢活動在高雄進行 然後陳慶南買單 陳慶南要喬貸款 來找你處理 可以這樣子處理喔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定的很清楚啊 你涉及到利害關係衝突的時候 你就要迴避啊 你就不可以去喬啊 結果還大蠟的去喬 去發函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雖然我現在援引的 不是今年修的新法 是當時所適用的法律 這明明也有罰還的規定啊 但是除了台灣民眾覺得很奇怪 事情隔了一年了 這些違法濫權的人 大家都推給檢察官 我對於高雄地檢署 現在偵辦的進度我非常不滿 但是我們交換一個觀念 刑事責任是刑事責任 行政責任是行政責任 該移送監察院彈劾的 該移送監察院罰還的 這些責任的追究 絕對要徹查到底 秘書長能不能承諾 謝謝黃委員 黃委員針對這個案 能夠讓台灣社會 能夠更透明公開 我基本上是贊成 那至於總統府的部分 我願意進行了解 如果這個部分該有 秘書長你需要多少時間 可以給我一個書面報告 因為我會按照你們書面報告的內容 看實際上面的究責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就放掉了 照事實 對這我了解 所以您需要多少時間 一個月夠不夠 拖了一年多了 這一年多總統府都不處理 老實講 我是非常的差異 一個月可以嗎 那我用一個月的時間 我進行內部 針對整個案子的重新 我希望秘書長喔 運起來 這種不肖的商人 在總統府裡面 炸壞整個國家的官僧 讓整個總統權力的高層 徹底蒙羞 這一種 這一種公務員 如果不好好處理的話 那這個 台灣這個社會真的沒有是非 那我也謝謝秘書長 行一個月的時間 好 可以齁 謝謝